这两天做三亚的视频的时候 突然间想起来我去过一个 但是没有给大家推荐的地方 没有推荐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我去过 觉得网上的宣传和现实 我去到地方还有挺大的差距 我觉得并不是很值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推荐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三亚的后海 后海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啊 其实我来到三亚已经有好几次了 但是后海我始终都没有去过 因为这一次啊 在三亚待的时间比较长 我就又想到后海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去海棠湾的时候 路过了后海 正好就去后海玩了一圈 后海村呢 是不允许停车的 只能把车停到门口的停车场 如果大家在村里住民宿 应该是可以跟老板商量一下 但是我没有住店嘛 所以我就把车放在了停车场 到了后海村的内部呢 就能发现几乎50%的商铺 都是经营冲浪俱乐部 剩下的呢 都是餐饮之类的店铺 这个地方冲浪的话 我还特意咨询了一下 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200块钱就能体验一下冲浪 但是有没有隐藏消费 我就不知道了 几乎在这里冲浪 价格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我个人呢 对冲浪并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在沙滩也就赚了一圈 就出来了 我为什么觉得后海 跟想象中有出入呢 可能就是现在旅游经济的回暖 后海有很多的房子都在装修 的确很影响观感 显得并不是很干净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年轻人喜欢冲浪 的确是可以来体验一下 商业也都很偏向于年轻人 就是商业气息比较浓 但是气息浓的地方 生活还是非常方便 饮食和购物到门口的街上 都能解决 如果你喜欢比较安静的地方 我觉得马岭还是不错的 人很少很安静 而且商业气息一点也不浓 配套设施也都齐全 马岭呢 正好是在三亚的西面 后海是在三亚的东面 两个不一样的方向 但是都属于那种海边的小渔村 马岭呢 也有着三亚版的圣托里尼之称 我去的这个时间段 不知道为什么 人很少 晚上的时候呢 也只能看到他们当地人 外地的游客是真的见不到 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间 马岭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但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人变得很少 人少 住宿和消费就比较便宜了 我在马岭住了两天 民宿是70块钱一天 100多的民宿 甚至都能看到海 因为人比较少 所以天然环境也比较好一些 沙子和水质也都比较清澈 这个地方呢 离三亚的南海观音和大小冬天景区 都非常近 如果大家去这两个地方玩的话 可以选择在这里居住 反正呢 我是非常喜欢马岭这个小村子 很安静 住宿和消费也一点也不贵 这个时间段 我觉得短住两天 还是比较值得的 如果大家有考虑在一个安静的小渔村住两天的打算 我觉得可以选择这里 很推荐 如果年轻人想体验一下冲浪的快感 那我觉得去后海玩一玩还是可以的 毕竟想要在三亚附近冲浪的话 可能也只能选择在后海了吧 可能也只能选择在后海了吧